各位好 我们接着来说 执着执迷 诸子百家 哪一家最好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而更好的那一家 就没有问题了吗 当然有问题 因为诸子百家都有道理 同时呢 又都有问题 真理只有一个 这个说法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被不同的国家民族 拿来作为最高的真理 现在我们来看 真理只有一个 这个说法本身 就是不准确 也不可能都对 不是都对 是什么呢 是都有他的部分的道理 因为我们看待问题的立场 方法 角度 都有不同啊 所谓儒生 自然向着儒生说话 法学家 自然向着法家 道家 道家 哎呀 与世无争 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这个是无为的 无为最后 不也是要无所而不为 所以横看成岭 侧成风 你说这是岭 还是风呢 说到这儿 还是闭上眼睛 这个冥思苦想之后 能放下的 都放下了 不论我们执着的认为 是好的 还是坏的 因为 放不下的话 像我们这一般的人啊 当然 各位都不一般了 我是一般人 很容易怎么样 很容易直啊 前面说过了 直则迷 迷则 不悟 所以 直迷不悟 不是凭空而来的 而 直了迷 就要怎么样 就要破这个直 怎么破呢 办法之一就是啊 讲道理 比如 大乘佛教 就讲这个三个道理 第一 不要执着于我 为什么呢 因为我 本来是没有的 我的思想 我的声音 我的肉体 本来又不存在 因为什么呢 因为因缘和合 凑到一块了 才出来一个我 我 我是什么呢 是法造而就 叫做 我因法生 但是我无了 没有了 我无之后 法却还有啊 这就是啊 要破我 执 这时候 有的人 可能说 哦 原来是这样 那就 说法吧 既然 我因法生 我无法有 那我放下我了 我来说法 这又陷入到了 法之 啊 从我执 到了法之 你说是 破了我执 实际上 你还是在执 还没有 脱离 执着之中 从执着我 变到了执着法 所以又得告诉 我 法也是空的 万法皆空 所以你死死的咬住法 干什么呢 所以 接下来就要破法之 可惜啊 破了法之之后 人们又 执着于什么 执着于空 哎呀 既然 我是空的 法也是空的 那我们 就一切 都空空了 哎呀 这又 继续的 执着于空啊 开口 闭口 虽然没有我 没有法了 但到处都是空 空 空 又陷入到执着之中 又开始一根筋 啊 不开窍 所以呢 又只好 来告诉这个 本我 自我 和重我 空 也是没有的 也是空的 你就不要 再咬着空了 拽着空 啊 不撒手 这和 执着于我 执着于法 没有什么区别 啊 我看开了 看开了我 也 离开了法 一切都 看开了 因为万事 皆空啊 我悟到了 真悟到了吗 当然没有 你又执着于空来 所以 还要 破空之 破了我之 法之 和空之 之后呢 说不定啊 就成功了 但是很多人 到了空这一步 就很难 空也是空 哎呀 啥意思 空也不能说 法也不能说 我也不能说 那说啥呀 其实答案很简单 各位看官 也不要太过于聪明 现在的问题是 大家都太聪明 所以陷入到了这种执着之中 只要不执着 什么都可说 比如这个禅宗主张 不立文字 啊 但是六祖谈经 又有这个 菩提 本无数 明镜 一非台 之类的 字 写在上 不立文字 又把文字 写在书上 难道这些 不是文字吗 好 我们今天 就先说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捧场 我们下期 再讲 我们下期